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潮取交 拍的腻腻歪歪的,下雨就不好拍 那一说下雨不好拍呢 有朋友,这地方很少,今年下雨下的太少了 那旱子很厉害,可能朋友有时候看到我后面说 涛哥后面这草怎么发黄了,是,太旱了 这两天紧着浇水,把天给浇漏了,这是下雨 把天浇漏了,当年有朋友留言说 涛哥这圈化圆了,1998年,全国下大雨 我有期节目提这事,全国下大雨 主要是发洪水,98年江泽民上台 他就对应说,今年也有点这意思 什么地方都在下大雨,而且发洪水 我看到网上一些发洪水的场面 包括北京,下了一场雨的那场面 令人很惊奇的就是 在从这十年来,大国崛起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他的城市外表的建设 就是说穿这种好衣服,穿名牌衣服 他的外表的一切的建设 都在涵盖,都在掩盖着 无论从城市,建筑,家庭,个人 都在掩盖着内在的生命品质的卑劣 一个城市豪华的建设 对于他城市下面排泄系统 正常人的生活系统 那东西不是外表的 他却把那些完全的 以,你说叫偷工减料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 反正那是表面看不着的 他全都给掩盖了 在灾难来临的时候 其实不叫灾难 他就下场大雨 在大雨来临的时候 那一个城市的建设的内在的 内在所需要的坚实的实力 完全曝光于这种暴雨之中 如果对比上说 人的价值观 就是中共体制之下 人的价值观 一切的基础都在欺骗上 一切的基础都在贪婪上 他会注重自己表面的一切 城市的建设的豪华 青岛在召开什么上河会议时的 那种把青岛点亮 青岛点亮完了 那下场雨就给他淹了 那女人的争 女人的这种改变自己的面孔 有朋友贴贴的说 涛哥你看看 女人在美容上 在美容的广告词上 随意去讲 你到我这美容 你不光能当二奶 你能当八奶都可以 二奶得靠近岁数 对不对 你当了八奶年轻啊 一奶比一奶年轻啊 所以后来有说 说讲那下 那猪问上帝 为什么我脱生成猪 谁让你当初找二奶 三奶 四奶 五奶 八奶呢 所以这回给你脱生成母猪 让你长一六扣子 让你长一六扣子 对吧 那你是报应 他讲的是个报应 但是在宣传词汇上呢 美容的宣传 对女人的宣传词上 用词上就是说 你可以增加无尽的回头率 那你的回头率的增加 不就是对别人的诱惑吗 对吧 那不依然是贪婪的 直接的一种变相的表达 这个你谁都回避不了 这个词就这么写的 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广东又出来一个 什么女人用身体当官的 那女人用身体当官 跟对包括下身的美容 有什么区别 所以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崩 在我眼睛里都是崩溃的 所有这些的做法 跟打击式之狐狸 有什么区别 一点都没有区别 完全一样 所以当这个东西遍布大街小巷 遍布中国各地的时候 而它影响着所有年龄层的男女的时候 女人是为了诱惑 男人是为了被诱惑 当遍布一切 人们可以任意去说 任意去调侃 任意去去如何的时候 那这是一个社会崩溃的年代 对吧 人们把契约当成满足自己贪婪的工具 和欺骗的手段 所以可能从这点上也说 换个角度来讲 就像我那期节目讲 尽可能多做几期节目 以后可能这事就改了 故事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 可是在昨天 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很有趣 美国参议院放弃了制裁条例 那中兴正式获得重生 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 负责协调的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星期五众议院参众两院议员达成协议 将删除参议院版本中 有关恢复对中兴禁售令的修正案 但最终版的国防授权法没有公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川普政府成功的说服了参议院 那不会在参议院的国权 国防安全法案中加上对中兴的制裁 那中兴在政府中 在参众两院中都获得了通过 所以中兴活了 中兴活了 美国媒体国会山报道 参议院共和党放弃继续推动恢复 重新恢复制裁中兴的修正案 那川普兑现了他对习近平的承诺 他的意义就是川普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 说服了自己的所属的党派共和党的议员 从而兑现了对习近平的承诺 中兴案是习近平个人求助川普 这个意义很不一样 这个意义很不一样 在本星期早些时 众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说 中兴对美国的渗透令他深感不安 但我知道白宫比较偏好众议院的版本 就是放兴中兴 而删除恢复对中兴禁令的事情 引发了在国会中民主党人的强烈不安 书莫少数党领袖 一直与共和党在这个议题上密切合作 希望继续制裁中兴 所以星期五他发表声明 再次提到说中国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国防法案中删除对有关中兴制裁的严厉文字 川普和在川普指使下形势的共和党人 再次让习主席和中国政府成为最大赢家 美国工人和我们国家的安全成为更大的输家 你完全可以这么说 在他的声明中也突出是习近平个人的胜利 他也突出了习近平个人的胜利 所以这里面的他很大的意义就是 川普跟习近平个人之间的某种内在的协定 在产生着相当决定性的作用 共和党也在越来越更加听从川普的做法 而川普的这一份这一份的承诺 是对习近平个人的承诺 而中兴案从四月份到今天的七月份 三个多星期以来 三个多月以来 中兴的整个公司品质公司性质 完全披露无遗了 这是第一个 而透过中兴让全世界北美欧洲澳洲 都认清了中共的真正的生命品质 也认清了在中共背书下 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本身的 助纣为虐的生命品质 所以说中兴本身是活是死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意义不大 它更大的意义 它是保证现在的中国很多下间 下间就是中兴的下间 中兴的下间 你比如说中国的导弹系统 中国的核武器系统 和中国的比如说高铁 它很多相应的机构得以付 它要延续下去 社会它要运作下去 但是这里面都包括着中兴本身 现在存活的意义 但它对未来没有任何意义 我以为对未来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以为无论怎么样 习近平应该是放弃中兴 只是要严活他现在的状况 同时另外一个证明 就是美国社会 美国国家对整个今天的中国 把握了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命门 它越朝现代化发展 越走这条路 它的命门的程度越高 所以在一种更大的背景之下 你说中兴活了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意义就是中兴被曝光了 而且中国的整个真正的实力 大国崛起的核心的 它的实质 它的脆弱性被曝光了 那所以你从这点上说 你很难讲 我觉得很难讲 其中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它背后的原因一定有原因 是什么 现在没有说出来 行政当局在中兴问题上的退缩 是总统在其他国家面前示弱的另外一个例证 共和党人跟着走 川普违背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核心承诺 他只取悦中国的国家主席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是 他这里面再次显示出 川普在力保习近平个人 在保习近平个人 卢比奥共和党人 议员们放弃对中兴的修正案 换取在外国投资监管上更为严厉 他不赞成这种做法 就达成的协议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在中兴问题上出现了让步 中国控制的通讯公司继续存活下去 那还是在美国境内生产 继续存活下去的几率很遗憾升高了 他只是表示遗憾了 但是卢比奥是共和党人 他也提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 也同样纳入了国家安全授权法 他说这是一种相互代替的关系 更加严格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 和对外国投资的安全评估 为了保护美国科技研发领域的知识和关键技术 交点锁定中国 所以这里面卢比奥认为呢 放行中兴依然是遗憾 但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的更新法案 却放入了国家安全法 他从更高的基点更大的范围 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 所以他我以为他这是一种相互补充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没有中兴案件的话 也没有国家也没有投资风险审查的法案的更新 所以你很难定论 放行中兴 川普买了习近平的面子 保持着个人的承诺 也给予了习近平个人机会 我以为是跟中共之间的关系 而同时呢 他又更大范围呢 去控制着中共本身对美国的影响 更大范围的 中兴作为了一种证据 促成了更大范围 国家的角度更大范围 来打击中共 那这里面就是你很难说 叫对与错 但它是个过程 确实是个过程 卢比奥在推特上说 主张我们不应该禁止中兴出口 因为那样所有的生意都会跑到华为去 他说这不是一个放过中兴的理由 我们当然要严防华为 如果我们不愿意对中兴采取行动的话 我们恐怕也不会对华为采取行动 所以这是卢比奥提出来的 那很简单 华为被提出来 那文章后面就恢复到 文章就把整个这个过程又重新恢复了一遍 我觉得意义不大 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 但比较有趣的是 但比较有趣的是 在美国放行了中兴之后 中国工业信息化副部长叫新国斌 却出人意料的承认 高价芯片 95%依赖进口 95%依赖进口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也就是说 美国放行中兴 不代表中兴可以独立的存活 是中共自己中共的官员自己承认的 新国斌在北京一个论坛上说 中国投入巨资 但半导体生产远远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电脑和服务器的高档芯片 95%依赖进口 我们与发达国家相差几十年 距离相差几十年 那他这个承认 就跟中兴被放行 形成了一个相互的 你说是迷惑症也好 你说是他承认现状也好 我觉得你从哪个角度都可以说 但这是个事实 这是个事实 所以这件事情打的呢 相当立体 这个架打的相当立体 里面掺杂着非常复杂的内在东西 但是在我眼睛里 川普跟习近平个人的承诺 在其中产生了决定作用 产生了决定作用 你说到底是好是坏呢 现在很难判断 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力极其薄弱 核心技术缺乏的局面 没有根本性改变 世界银行和中国官方的数据 2016年 中国进口了2270亿美元的芯片 超过了石油 占了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一 包括手机 电信设备和电脑 完全依赖进口 而这番说法正好迎合在中兴通讯被解禁之际 这就显示出非常非常令人尴尬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种 一种时间上的巧合 完全是一种时间性的巧合 在中兴被解禁的同时 美国联邦 美国联邦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做了听证会 针对中共对美国的知识产权进行剽窃的概念 美国国防部前官员白邦瑞 现在他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了 白邦瑞说 别低估我们再和谁打交道 可以从过去两个月 在中国媒体上看到他们显示出好战的性格 好战的性格 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叫做 努尼斯 中共透过窃取美国的创新技术 取得经济和军事的优势 中共有系统的加强国企和对非国企强化控制 民营和国企最终受控于中国共产党 所以在他的美国的听证会上 人们强调的 所有专家强调的 是共产党的邪恋 这里面有一个相当本质上的差距 所有人强调的是共产党的邪恋 放行中心 那这里谈到的是川普跟习近平之间 个人的情感 而也恰恰是在7月20号 国内出现的习近平跟共产党的宣传被拿下 这东西在时间的背景之下 给人一种给我的个人的感觉就是说 有一种更大的背景的力量在显现 共产党本身 共产党本身的生命品质和共产党本身被打击 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共识 整个地球范围内的一个人们的认知 感谢观看